我们先看中加的问题 中国跟加拿大 其实中加之间 没有地缘政治的矛盾 彼此的贸易也适中 就是一年600多亿 中国大陆出口400多亿 进口200多亿 所以事实上是有互补的功能 彼此之间竞争性也没有 所以中加之间的科技竞争 贸易竞争 地缘政治的竞争 的这些矛盾都不存在 那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 这两个国家事实上是 可以相安无事的 和平的来往 健康的相处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杜鲁道他的父亲 过去就跟中国关系就很好 可是问题就在于 加拿大在川普的时候 选择追随川普 对于孟晚舟 坦白说就是一个非法的逮捕 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 非法的拘禁跟逮捕 因为孟晚舟是过境加拿大 在机场 那孟晚舟过境加拿大 在机场被这样子 非法的拘留逮捕 而且没有在律师的陪同下 然后他们 这个加拿大的警方 要求这个孟晚舟 要把他的电脑的密码 打开给他们 这些都是违法 那么法官也都认定是违法 好 那彼此之间就纠缠了 相当的时间 中国跟加拿大的关系 其实一直往下走 是 一直往下走 一直到最后关头的时候 也就是说 美国 最后如果美国没有 解除这个诉讼的话 那他要移到美国去 的这一个前夕 美国突然间就结束了 是 那所以就化解了 那当然我所知道的判断 我的猜 如果真的移送到美国的话 美国在香港 跟在大陆的很多情报人 都会被抓 而且这一批我估计 可能会抓一两百个都跑不掉 到这么多 那也就是说 一定是一个大批量的 一个逮捕 那美国也知道 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后来就美国的法院 就说 那个孟晚舟无罪 然后就撤销 撤销 那本来有一个契机 就是在巴厘岛 对 所以习近平就把 这个空档的时间 有一段小小的空档时间 就跟这个特鲁多 就有个短的场外的一个会谈 这个会谈本来 基本上来讲 元首之间的会谈 是不对外公布的 对 除非是双方同意 结果呢 杜德道却把这个会谈 向外公布 不但向外公布 而且公布的内容 跟当天所谈的 不是相同 也就是说谎了 也就是你没有说 你却说你有说 这叫做说谎 所以习近平第二天 就带着这个 加拿大的国家媒体 对 就到了现场 那也就是你的国家媒体拍 我现在告诉你杜鲁多 我没有这样 我们不应该这样进行 是 而且呢 你公然说谎 因为那天我们不是这样谈的 对 那我们看到整个关系的恶化了 那在这一次 香港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议员 这个议员他的父亲 在很小的时候 十几岁就到美国 就到加拿大 然后就在加拿大读完书 读医学院工作 然后娶了一个荷兰移民到加拿大的 就结婚 生了他 所以他跟香港到底关系有多深 我们不知道 对 他有多少家属在香港 我们也不知道 是 那他在过去有没有表明 他跟香港有很深的渊源 也都没有这个记录 都没有的情形下 怎么突然间 说他的家属受到威胁 受到恐吓 而到目前为止 没有提出任何证据 也没有提出任何细节 是 千篇余力 大家所有的媒体讲的都一模一样 但是都是模糊的 是 那当然当加拿大的政府做了这个决定以后 大陆马上反制 是 大陆还外带一个说明 如果加拿大继续下去的话 中国保留更强大的反制权 对 那现在的就 球又丢给这个 这个加拿大的现代的总理 对 那这个总理要不要再升高 那就这个总理自己做决定 可是我看起来 这个总理大概也就到此为止 中美这两个大国 现在影响全球的政治经济安全 他们之间有正常的对话关系 经济 外交 军事 安全 这当然都是好事 是 也应该要做的 过去中方美方也都在这么做 但是当然从这个气球事件 就打断了原来的拜协会的想法 那现在呢 似乎美国的外交界 从布林肯到伯恩斯到康达 都说 希望今年布林肯能够去中国大陆去访问 把本来该的行程去把它做到 但我觉得现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跟议 这个议题就在G7 也就是在这个月的19号到21号 在日本广岛举行的这个七大工业国家的这个领袖峰会 因为现在G7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金融 他已经变成这个美国的西方战略联盟的这个组织了 甚至变成一种恶中的这种联盟的主轴了 那现在从去年前年 他已经把台海议题南海议题都放到这个G7的里面 而且呢 也已经把北约以及这些国家 在亚洲的这些军事安全的这些活动 纳到他们的这个谈话里面来 今年日本做中道主 日本这个岸田从一月份连续访问 除了德国之外其他的几个G7国家 然后呢 日本自己把预算 国防预算double 然后呢买400枚的这个战斧飞弹 当然你可以说是因应北韩或者是朝鲜的这个飞弹攻击 可是大家都知道 你其实基本上是在针对这个中国 遏制中国在做部署 所以这次G7 大家密切观察 你不能一边一边说我要跟你重建管道 我希望去访问 机制人员把好朋友伙伴都狂在一起说 我们要反中 没错 对不对 对 那这样子这个北京都说 那你说一套做一套 我看你现在接下来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关键其实是在这个 那至于那个国防部的部门 你就把李上福的那个制裁拿掉 你就展现诚意了嘛 你以前也不是没做过 你对莫迪当初也是这样一个做法吗 我倒是讲加拿大这个问题 我个人非常喜欢加拿大这个国家 我以前在加拿大的UBC 就是这个Toronto 那个Valcouver的一个很重要的大学 这个等于是都客座过 我自己开车到了这个加拿大洛基山脉 然后加拿大人都非常的有智慧 非常的友善 而且不像美国那种在种族上啊 在那种所谓的这种自我满 这种自我优越的意识上这么明显 所以那开玩笑说加拿大是美国51省 加拿大人当然不这么认为 可是各位 现在这个庄文浩 我有点担心了 以前呢 早期美国冷战有个叫做麦卡锡主义 不是现在那个议长 也就是因为他不断的高举的反这个共产的大旗 使得大家在整个民粹上 没有办法去思考 现在这个庄文浩主义会不会出现了 对 他不断的在说 你杜鲁们为什么不杜鲁道 为什么不敢去反中 为什么不敢去针对中国采取这种作 我的家人受到威胁 那问题你的家人是中国人呢 如果他在香港的话 他是中国人嘛 对不对 他受中国法律的管辖 他受香港法律的管辖 那相关的法律是不是你错误的解读 我不知道 对 你要去支持民主 支持任何的这个自由运动 OK 但是呢 如果你要把加拿大的整个氛围 反中反华的氛围 在现在西方已经是很高涨 但是有一个人出来喊着大旗 这个庄文浩主义 我就担心加拿大真的会越走越偏 现在看到 已经出现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对立 我真的替加拿大感觉到惋惜 我觉得现在美债的违约问题 大家真的不要是轻忽他 是 虽然其实 每隔一两年你就会看到这个问题 似乎在变成 美国的两党之间 在不断的争执 因为他不断的在花钱 对 1913年的时候 美国国会是设定这个法律 因为他怕政府花钱 政府当然是有钱就尽量花嘛 对 所以他设定法律说 如果你要超过这个天花板的话 你要跟我来取得同意 然后我可以把这个上限提高 现在这个上限不断的提高 多少 31.4兆美元 各位你光利息你都难以想象了 吓死人了 对不对 对 那美国他过去当然随便印钞票都可以嘛 对 石油美元 然后呢美元霸权 大家 你反正出的这个美债 大家都会抢着买 最稳 最安全 最有流动性的 当然 每个国家 包含中国大陆 都一度还是这个第一大的这个美债的拥有国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美国的经济开始不是那样子的稳定了 对不对 然后呢美元的地位开始受到影响了 美债也受到大家质疑了 当然你还是No.1 因为毕竟你还是这个主导着整个美元的霸权 可是现在这个问题来了 如果照共和党的提案 共和党说你平均每年要要削减预算4000亿美元 对 接下来的10年 越到后面越多 前面可以大概3000多亿 拜登不拒绝 因为他说这么一做的话 我大概每个部会平均的预算都会减少18% 但是共和党说那个国防部不能删 那个退伍军人部不能删 这两块大了 如果这个不能删 每个部会要减少51% 但是这个是拜登计算的了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也许他也是一个认知作战 告诉美国人民说 我不能接受共和党这个要求 那人民会觉得 你少花一点钱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原来少花会影响到我们部会50%的经费 那不行 这到底到底应该听谁的 现在有个说法 他要利用美国第14条宪法修正案 这个是1858年通过 那个南北战争结束之后 针对南北两个政府 当初为了这个战争发了很多债 对 债有没有 很熟悉的概念 一样的概念对不对 为了什么 为了要抚恤 为了要提供这些 不管是这个军人或死亡 这些抚恤的这个债务 那说那个时候这个14条的第四项说 这个债务一旦发了 就是合法的 不可以 改法律的改变 对 现在他想要把他解释说 因为我这个上限 你把我限制住 我有很多的这个 应该支付的 支付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上限是违宪 违反那个14条纠正案的 但他敢这么做吗 没有这样做过 还不知道 我觉得他还不敢这么做 他敢这么做 虽然没有所谓债务违约 但是呢 这比违约更严重 这个会对美国的经济 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我这么分析 大家就了解了 我觉得他们现在是摆不拢 有一点 当然现在有一点像是 就是说这个单小鬼的 这个游戏一样 彼此在冲撞 可是各位 美国每年会在重演 这样的剧 而且越演越严重 我觉得美国的金融危机 接下来一定 不是今年 就会是很快的会出现 我的估计6月1号 美国公债是不会违约 对 我个人认为是 这段时间 不管是叶伦也好 或者是美国的行政部门 因为你看出来讲话了 都是这些行政部门的官员 包括金融局的局长等等 他们都不约而统的说 这个违约之后会有830万人失业 美国将会从此以后衰落 对 然后叶伦说我现在税收 第一次的税收就1000多亿 去年都还有1500多亿美元 所以目前税收不足 然后再加上很多大公司抛美债 然后因此我们的估算 就是6月1号最快会破产 对 那其实这是单小鬼游戏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破产 那责任在你共和党了 没错 那麦卡锡认为说 第一个我已经同意你借钱了 对 然后我要你节省钱了 有条件 我天经地义啊 没有问题啊 那所以在这次谈判中 不到一个小时就破裂了 那就是什么 因为美国人其实他们的政客都知道 大家都在玩单小鬼游戏 每个人都在玩 所以当叶伦的摆出这些排场的时候 或是拜登摆出这个排场 他骗不了麦卡锡 因为麦卡锡也是擅长欺骗的 对 拜登也是擅长欺骗 那两个大骗子骗来骗去的时候 谁都不容易被骗到 那现在看的是谁最会被骗到的可能 那我估计6月1号绝对不会违约 拜登现在又出了另外一招 说如果真的都谈不拢的话 那我5月下旬我就不去亚洲了 对 那坦白说对麦卡锡来讲 你不去最好啊 那你也联系也不用做了 是 这个是最好的 我觉得主要去美元化 我个人认为会成为一个趋势 是 那是因为美国做了一个 美国打死都不应该做的事 也就是把他的美元变成一个武器 是 你这样的话会使使用你美元 或是掌有美元的国家 他感觉到害怕 或是有美元资产的国家 他感觉到害怕 因为他知道 随时你都有可能把我没收 只要我得罪你 那在这个情形下我们看到了 去美元化不是一处可及 可是呢 他是一步一步渐进的 是 所以我们确实是看到 很多的国家 他在很多交易这个部分里面 确实是一直在减少使用美元 当他一旦减少使用美元 那么一直在直接用人民币 或是用卢布来兑换的时候 美元的使用量 如果一直按照这个方向 越来越少的话 那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其实是我个人认为 最理想状态 那就是美元 欧元人民币 三元鼎立 然后夹杂两个小货币 就是英镑跟日元 对 我觉得如果能够有三大两小 那我觉得谁都玩不起 也都没有办法玩 币值武器化的话 我想这是全世界之福啊 我讲一个议题 叫美国介入台湾选举 是 这个不是秘密吗 这个其实美国在作为他这个霸权大国的时候 他在很多国内 国际上的国内政治的这种介入 或者是了解掌握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清楚了 对 而且还是我们许多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论文 博士论文的题目太多了 所以美国是不是有介入到台湾的政治 台湾的选举呢 我想大家心知肚明 你就看 他说现在这里选举这么接近对不对 美国的国会部门先是说 麦考尔 这边都忘记写麦考尔啊 对 没有人去问麦考尔 问这个吴钊燮 吴钊燮怎么回答麦考尔 那是另外一个党的事情 不管我的事 对不对 我又不是那个党的发言人 对不对 麦考尔说 马英九到中国大陆去 是跟大陆讨论在台湾的傀儡人选 这个话都说得出来 他还不是一般的国会议员 他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 主席 主席 对不对 以前拜登是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而杨明渝是 他对 说他对外交多么的熟悉啊 那现在这个主席 麦考尔说 马英九这样的情况 我没有看到任何的反应呢 政府有没有抗议 吴钊燮你怎么讲 我刚才说过了 他连刚才说都没说了 对不对 那我们那个国民党的那个发言人 叫林嘉欣 他还说我们会跟美国各界沟通 这什么跟什么啊 是不是 对 我刚才碰到我们 这个前主席 这个就是 在国民党前主席 台中的那位立委 那我就问他说 你们有没有问了你这个事情 他也不知可否 是不是 所以不可以这个样子啦 那现在莫顿说 各位你看看莫顿 他说这确实是美国决策者间 热烈辩论的事情 他讲了重点在这一句话了 对不对 也就是大家美国正在辩论是不是 这个两岸发生战争 他第一时间把台积电炸掉 因为美国拿不到 你也别想吃 对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所以真的是为台湾的民主自由 真的是像特拉斯这样子 请问他的价码是多少 请问蓬佩奥 请问波顿 他除了台湾还能去哪里 还能去哪里 是不是 他有没有别的行程 你秀给我看 对不对 当这个美国说要跟赖清德 签这个21世纪的贸易倡议的时候 麦可憋了啊 美国你从来已经 从川普到拜登 绝对不愿意再签双边 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 是 所以这个不是自由贸易协定嘛 这是一个 又是个什么东西 美国你还记不记得 他提的叫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到现在连楼梯响都没有 美国还记不记得 你听他说在G7的说 要做6000亿的 全世界的这种所谓的基础建设 到现在呢 但他全忘了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在帮助民进党 这个就是在帮助赖清德 这是不是算作介入到台湾的政治 跟台湾的选举呢 是 那个麦考尔 这个莫顿 都是这样的情况 这不是我在讲美国嘛 这美国自己在讲 那我觉得我们大家台湾人眼睛 看得很清楚 他们帮助我们是为了什么东西 是 就是为了消耗中国嘛 对不对 就是打代理人战争 台湾人要勇敢 我觉得首先我们看了整个全文 没有断章取义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都已经看到了 整个他们在座谈会中 他的讲话的前后 中间有被打断 也是被他们自己的人打断 但是那个打断无伤他的整个本意 对 而且是非常完整的 所以吴肇燮说这是东检西检 这个不是事实 对 这第一个 所以吴肇燮没有把事实 真相告诉我们 吴肇燮没有告诉我们 这个美国的前高官 他是直接明明白白的说了 说要把台湾基电炸毁 炸掉 这个都是明明白白的说 吴肇燮也没有回应我们 也就是说 第一个 他讲的不是事实 因为我们都看到事情的真相 完全没有被断章取义 第二个 让我们惊讶的地方是在于 这一位议员已经把他们的内部 透露出来说 已经是在决策者的方案中 没错 在讨论了 对 所以这是他们的方案的选项之一 而且很有可能是一个主要的方案 不然的话 这些曾经担任过重要的国家 安全部门的主管 他怎么会说要炸掉 没错 现在的议员 而且是重要的议员 他怎么会说要炸掉 这代表这个方案已经成熟了 那我们要问几个问题来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台积电怎么反应 台积电你是苦主 讲一点话吧台积电 你是苦主 而且台积电的这么多的员工 到底还要不要在里面上班 还是两边一紧张 他们就赶快先走 你什么时候能够被预警 说准备要被炸了 那有没有可能还没有两岸还没有冲突的时候 你美国就来炸了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的话 台积电的员工 他的安全要怎么去保障 台积电的负责人是不是要出来跟我们讲 你是苦主 拜托你 第二个外交部是不是应该跟美国表达严正的抗议 没有 确定没有了 因为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吴钊燮 对美国表达严正的抗议 第三个我要问的是 我们的国防部邱国正 他说我们保护 问题就在于 你要不要把 来攻击台积电的美国的军人杀了 因为你要把他摧毁 他今天如果派战斗机来炸台积电 你要不要把他打下来 他如果派战略轰炸机要来炸的话 你要不要把他挤落 他如果派特种人员渗透进来 你要不要把他击毙 这个部分里面 你国防部你要告诉我们说 对于美国要来侵略攻打摧毁台积电的 我们有各种方案 我们一定把来犯的敌人全部歼灭 我觉得你国防部要表达态度 到今天我没有看到国防部说 对于要炸毁我台积电的来犯的敌人 我要全速给他见面 我目前已经在哪里开始进行演练 你至少找台积电来做演练 演练怎么防空 演练怎么在海上他不要去 怎么样阻止他攻打台积电 我怎么把他摧毁 演练特种人员渗透进来的时候 所以你要不要监督 你要不要监视AIT 要不要监视那些现在在美国的这些军人 他会不会到时候有另外一个使命 这个使命就是目前假装训练你 到时候他拿的5G弹药就去攻打台积电 你要不要对他们每一个人都进行监督 我都没有听到 我就觉得你不是有185亿吗 你不是18套的计划都有吗 你今天国防部应该给我们讲清楚 说明白要不要把来犯侵略 或者是威胁台积电的安全的这些敌人 全部给我消灭掉 我觉得这应该讲清楚 最后一个 这个前首相 因为来台湾的都是不但是过气的政客 最重要的就是不受欢迎的政客 都不受他们国家欢迎的政客 来的都是 但是我觉得特拉斯 他没有搞清楚一件事 台湾是自由民主的灯塔 民进党不是 你今天见的人是民进党的人 不是我们台湾的 我们台湾人并不欢迎 我们台湾人不愿意当冤大头 台湾人不愿意你来台湾演讲的时候 又把你的钱拿走 你除非跟台湾人宣报清楚说 你来台湾所有的旅费行程都是你致富 而且不会从台湾人拿走一毛钱 我觉得加拿大选举又到了 所以这些候选人都在炒作各种议题 然后让自己能够顺利的连任或是当选 这一位庄文浩他是华裔的 但是他爸爸是年轻很年轻的时候 那么就到加拿大移民去了 那是在1952年 就刚国共内战结束 香港那时候还是比较乱的时候 而且那时候的港英政府是很腐败的 英国的殖民是非常腐败的 然后他是早期就到加拿大移民的人 然后在加拿大读完大学读完医学院 就在那边留在那边工作 然后结婚生子 那所以张文浩这个人跟香港的家属 到底有多少关系 没有人知道 那整个事件到目前为止来弄去脉 就短短几句话 就是说家人被干扰 但是谁被干扰 没有说 怎么被干扰 没说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坨雾水 那中国大陆就是说 你要说清楚讲明白 到目前为止没有说清楚 没有讲明白 加拿大政府就把中国的外交官就驱逐了 那中国大陆当然也就马上 也就是把你这个 加拿大的驻中国的外交官也就驱逐了 都五天内必须要离境 这样的一种对等的一个态势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你加拿大 从孟晚舟 你违法的把人家逮捕 那中国大陆马上就逮捕你两个 但是这两个人确定是间谍 也就被逮捕了 因为过去他们都是在情报机构服务 那么离开以后 那么又跑到中国大陆 那一般来讲 估计应该都是间谍 那这些被逮捕 那一直到孟晚舟被放回去的时候 这两位也才被释放 所以也就是说你这些欧美的国家 过去对中国大陆居高零下 现在中国大陆不吃你这一套 我觉得这个情况是很明白的 那加拿大说那个杜鲁多说 我不怕 但是问题就在于 中国大陆也讲了 你再来我就再来 那我们就要看 那你不怕杜鲁多 那你就再来看看吧 那我们就来看看 你敢不敢再来 如果你不敢的话 那你就是怕了嘛 那如果你敢 那就中国大陆就恶化嘛 那情况就越远越厉 我想这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另外德国要挑拨 中国大陆跟俄国乌克兰的事情 我觉得他的挑拨不会成功 他说你选择中立 就代表你亲俄 那这是你说的算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充满意识形态的 德国的外交部部长 他的说话 我觉得中国大陆是不会理会的 最后一个我倒就认为说 美国说要建立第一岛链 来围堵中国大陆 我觉得没有这个本事 那中美要交战 我个人也是认为 美国你也没有这个本事 为什么 你三亿多人口 要跟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来交战 别想了 别吹牛了 第二个 中国大陆的工业体系这么完整 你美国是以靠服务业金融业为主的 你的工业体系脆弱不堪 你要跟一个完整工业体系的 中国大陆要来交战 别吹牛了 我个人认为6月1号 绝对不会违约了 我觉得那是拜登跟叶伦他们在玩的一个把戏 他们想说创造这种 哎呀很危险很危险很危险的 快要 快要违约了 快要违约了 责任都在你 然后好像创造一种时间上的压迫感 然后让这个麦卡锡 他本身 哎呦压力越来越大 然后最后他让步 可是问题就在于 你拜登是个骗子 麦卡锡难道不是一个骗子吗 两个都是骗子啊 因为麦卡锡说他选上就要来台湾也没来啊 那不是在骗台湾吗 那你拜登 你不是也在骗吗 因为你对 你跟习近平说 事不亦无异 结果呢 你马上违反 说一套就做一套 然后又说五不事无异 又说一套又做一套都在骗 所以这两个骗子看谁更会骗对方 可是因为都是骗子 所以也都不相信对方 那就在玩弹小鬼游戏 看谁撞到最后 可是我觉得如果真的会违约的话 坦白说现在着急的应该是拜登 因为他是当家的 那问题就在于他也不妥协 也不让步 那就是对于麦卡锡来讲的话 你在骗吧 我看出你的手脚 那所以大家就在看 我估计6月1号不会约约 即使谈判都没成功 也不会违约 另外一个 有关于这个去美元化 那是因为你美国 你把美元当成武器了 其实这是千不该万不该做的事 可是你却做了 一旦你当成武器以后 坦白说绝大部分的国家 感觉到害怕了 所以你看绝大部分的国家 开始都在去美元化 去美元化 那你我开始不要用美元 开始把美元丢出去的时候 你唯一能够做的事 那当然就换成黄金 然后再把黄金搬回 搬回自己的国家 所以这些很多的美元 一直在丢的时候 最后你美国人要收回来 美国人一直在收这个线钞 回来就是海外的美元 回来的时候 你国内的货币 就会越来越多 那你本身 这个造成币值往下降 这也是一个 可能发生的一个趋势 那我个人倒是觉得说 日本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说日本比较特殊 您刚刚讲了 十个强国 经济强国中 除了日本以外 美国是外债最多的 所以意思也就是 日本是外债最高的 可是一个外债这么高的 一个日本 他却做一件事 就是债务这么高 有一天日本人不再信任 他的政府的时候 他们也开始抛 日本的政府的公债 日本政府很短的时间内 就会破产 因为日本政府的公债 买的绝大部分是日本人 而日本人 他们卖掉的很少 我为什么会说 日本政府会 可能会很快危机 是因为 日本政府现在在台高足 可是他却一直去满足 美国的希望 去支援别的国家 送钱给别的国家 苦日本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特殊的日本政府 我在总统府工作过 五楼在那边上班过 总统府的设计是 坐西朝东 很不舒服 不建议在那边过夜 强烈不建议 因为它的设计是故意的 翻转了台北市的中轴线 我们的中轴线 应该都是坐北朝南 但是它故意设计成为 坐西朝东 把我们台北市的中轴线 做翻转 从此以后 我们台北很多的房子 都是不舒服的 它是故意这样设计的 这就是日本 殖民台湾的时候 它的这种唤醒 这样的一个地方 成为我们台湾的领导人 上班的一个地方 所以领导人都不愿意 住在这个建筑物里面 没有人想住 那今天要别人住 这个不安好心 另外 耐心得的逻辑有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 他说你可以住在这里 是因为台湾是自由的国家 所以美国 日本 因为这是跟耐心得关系最深的 美国 日本还有英国 法国都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因为他的逻辑就是住在这里才叫做自由民主的国家 所以没有办法住在总统府里面的都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那这个逻辑就很清楚了 不过我觉得我对赖清德啊 他的逻辑不通 倒还觉得也就算了 反正这个人的逻辑常常不通嘛 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我比较过不去的 就是为什么他的亲信 或是他重用的人 都是有这个桃色 或是有原交嫌疑的这些人 这不太好 家境清寒 有绝大部分的人不会选择原交 然后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说他家境清寒年轻的时候 那所以他选择走这条路是好吗 我觉得不见得吧 很多人 绝大部分的人不会选择走这条路 但是您竟然会选择走这条路 那不晓得这是事情有多严重 至少已经被起诉 还起诉 或者是用轻罪来处理 但至少你承认你在上网有干这种事 那你实际上行为有没有做 你要自己出来说清楚 讲明白 那有关于监察院 监察院要有点担当 这是郑文燦的责任 就点名是郑文燦担任市长的时候的 桃園市政府 郑文燦下的一个决定 也就是这个 场馆应该是郑文燦下决心做的 而且你督导不周 那你本身监察院 你应该说清楚讲明白 不要账官礼贷 让那产生嫌疑 我对一件事情我倒觉得有点担心 因为秦刚的这一次的讲话 是接受中东报的一个专访 那他已经很明确的说 为了台湾问题美国介入 那中美会交战 因为不排除任何选项 我觉得中美交战 等于是中国大陆准备好了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已经放出这么明确的一个讯号 那当然以中国大陆的 过去的做法是说到就已经做到 所以我个人觉得 中国大陆准备好跟美国交战 看起来是已经是世代必行的 好